哈喽大家好,我是沙毛,我现在来到了厦门 我身后呢是厦门的双子塔 很多粉丝问我来厦门应该怎么玩 今天呀,沙毛就带老铁们体验一把 在厦门玩五天,一共要花多少钱 文字版攻略在最后,喜欢的老铁点赞收藏 第一天到达厦门 住宿建议选择在私民区的沙坡尾或中山路附近 一晚在二百六左右,这边离各个景点都很近 像巴士,古浪语,植物园,夏大好多景点都在周边 晚上去巴士海鲜市场,当地人推荐的好去处 厦门美食偏甜口,象沙茶茶面,花生汤 海力尖和阿杰五香味道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第二天来到动画片大鱼海棠取景地之一的南静土楼 看一看千年历史的还原楼 建在沼泽地上的河贵楼 据说一个房子里面有四百多户人家 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 接着去一去世外桃源搬到云水摇 大水车旁溪水潺潺 166岁的大槐树也变成了散的化身 静静地陪伴着 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古镇 再花上两百块 体验一碗土楼专属的民宿客栈 第三天打卡陈嘉庚老先生创办的极美学村 据说在这里上学 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都不用挪地方 因此它也成为了厦门旅游的一个热点 接着坐一站从极美学村到高崎的一号线海上地铁 近处是海,远处是桥 仿佛置身于千语千寻的海上列车漫画中 下午日落时分乘坐最美哦 记得去十里长堤看一看 顺便听一场免费的音乐会 晚上吃饭去增错安 这里也是来厦门必打卡的美食街 吃饱喝足出门口走走一百米 就是海边音乐广场 沙滩散步吹着海风 真的好生惬意 第四天 上午去南普多寺上上香 门票免费 风景真的超美 来到佛前 台下敬手点香 学下你的旅行心愿 再去旁边的厦门大学逛一逛 据说在这上学超幸福 吃饭不但不花钱 连宿舍都是海警方 接着去附近的白城沙滩 漫步在沙滩上 对面就是古浪雨 右手边远处就是双字塔和延武大桥 风景真的美不胜收 还觉得不够美的 可以在这里乘坐双层环岛巴士 环游厦门岛 就是车票有点小贵 40块 不过一天内可以无限上下车 第五天去古浪雨 船票提前找管家买 或者在厦门轮渡公众号买 往返35块 建议在三秋田码头坐船 上到往右走 打卡最美爱转角 周杰伦的擎天墙 还有许多文美的西式建筑 按导向往前走 推荐打卡梳妆花园 日光炎 浩月园的正成公雕像 不建议买连票哦 喜欢哪个提前看好 不花冤望钱 此行程除往返路费外 到达厦门的出住 玩门票全算上 我们每人只花了1200多 关注三毛 但你省钱开心玩站厦门 点赞收藏